Sponsor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至於開箱不看硬體規格也不做無聊的好分 只看每一個產品設計的使用者體驗 並且給出自身的心得結語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飛 夢想的真無線萊芽耳機 今天他來了 一開始拿到這個夢想的真無線萊芽耳機 我還在按老半天想說他怎麼開蓋 後來才發現他這樣子轉就可以了 或是阿,你這樣子滑也可以 有沒有 很Q耶 然後他在上面呢 則是有一個充電孔 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無線充電的功能 不然他這個其實還蠻帥的 像指尖陀螺一樣有沒有 好,那把他拿出來 這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支援iPhone的開帶彈充 但是阿,你只要連過一次藍牙之後 你直接這樣子拿出來 好,旁邊 來 你看 有沒有 他就直接 就會連接了 剛閃了一下 那我就會直接帶著耳機來聽一下他整體的音質怎麼樣 不過你們聽到的時候應該是我直接用這個 DV上的麥克風 然後直接用收音的方式收這個耳機 所以你們可能會覺得音感有點薄弱阿 低重音不足阿 人聲有點雜訊阿什麼的 因為畢竟我是直接收的 沒有辦法像是那種 你直接入耳式的那種 所以這個音色只能給你們參考而已 那我先來試試看他 低重音的部分 他在低重音的部分阿 我是覺得他那個低重音的部分阿 低音有點QQ的感覺 就是他不夠 正 那 這個可能是 耳機方面的問題阿 因為 畢竟不是 那種 欸,低重音的喇叭阿 他有辦法有那麼震撼的感覺 所以 我們可以看看他在人聲方面的表現是怎麼樣子 調一下人聲 調一下人聲 在人聲方面阿 那個聲音阿 樂器的聲音一下 你就會很明顯的發現 他的那個 樂器的聲音阿 真的是非常的 細膩 那在 人聲的部分呢 那個菜琴的聲音 一下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這一隻耳機 真的是針對人聲下去做處理的 他的聲線就直接這樣子出來 算是在人聲上面還蠻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在這邊也可以理解 因為他這個還是有那個通話的功能 所以阿 他有可能是 針對人聲有真的去下去做優化 為了可能就是你在講電話的時候阿 你可以很清楚的就聽到 對方到底在講什麼 不會說有一些人聲 模糊不清阿 那你就會 不知道說 欸對方在幹嘛 這個在工作方面就會蠻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直接用打電話的方式 然後給你們聽聽看 欸我這樣子講話 直接收音看 收的進去 收不進去 然後呢 你們再聽聽看這個音色怎麼樣 來我現在接收那個耳機的聲音 那你們可以聽聽看 欸那個人聲 我們講電話的方式 它聽起來是什麼樣子 那我等一下呢 也會用過音的方式 然後帶來自己講電話的聲音 這樣傳出來給你們聽聽看 好 好 現在要換用藍牙耳機的麥克風收音 給你們聽聽看 那你們可以聽聽看 我用過音這樣講出來 它的聲音是怎麼樣 聽不清晰 還是會有很多的雜訊 那我現在呢 就到風口前面 好 對著風吹 然後來講話 來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子 有沒有收到那個風吹聲 我現在是直接對著那個 電風扇風口 你們有任何的感覺嗎 好 這個夢想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實際我使用下來 大概七到八個小時才需要再次充電 那這個充電艦是提供三次 它有三次可以充滿那個耳機的電 那實際上這樣子使用 去旅行都是很夠用的狀況 不會有說 聽一聽突然沒電的問題 整體使用下來 整個耳機 我是覺得非常有質感 做得很有水準 以一千多塊這個價錢來說 這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選擇 你們看 這個超紓壓的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重點 剛忘記提到 那當然我也捨不得直接這樣子下去測試 它有支援IPX7的防錘 所以說 你們在正常外面零到雨 或是工作的時候是下雨天 你要去這樣子使用 或是外送員 它是沒有問題的都可以正常來使用的 好 那對於這個 夢想真無限萊牙耳機 有任何問題的朋友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來詢問我 那你們知道 福利又來了 將抽出這一台 夢想真無限萊牙耳機 來送給你們 那你們就跟阿肥分享一下 疫情當中這樣子大家都宅在家裡 你們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來跟阿肥分享一下 一整天當沙發馬鈴鼠也是可以的 好啦 我呢 將會在所有留言當中 隨機的抽出一位來贈送這一款 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掰掰 打開 打鼓